记者刘婉军台南报道,世界蔬菜中心成立于1971年,总部设于台南善化,种园为了长期保存必须打入冷宫,既到国外种园库备份则靠黑桑作业,中心人员进入零下20度的冷藏库作业则必须先开启三阶段的警示系统。 世界蔬菜中心收集来自全球151个国家,439个物种月6万个种园,依照中期25-50年或长期50-100年储存,设定不同的储存温度,其中长期储存的温度为零下15度。 种园组作物管理员黄永光孝称是将种园打入冷宫,而工作人员进入零下20度的冷藏库工作时,除了必须穿着羽绒衣裤及防洞鞋,阴脸及手部为了作业不能包袱,每次作业必须至少有两人一组,一人在内作业,一人在外等候,且必须启动三阶段的警示系统。 在工作至15分钟、20分钟及25分钟时,都会发出警告声响,提醒离开冷藏库。 而种园在既往国外众园库备份时,种子在干燥后装入铝箔袋内后,会装在黑色箱子里运送,并以特殊钉子生箱,也被笑称是黑箱作业。 不过却是关系到人类的粮食安全,对台湾及全世界与世世代代子孙都很重要。 未来只有原备份单位可以开启。